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我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 我来说给大家听一听 大家看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一个文明社会比喻成一个健康的人体 那我们把这个人体的硬件去掉 肌肉啊 器官啊 骨骼啊 毛发啊 把它去掉 血液 那我们剩下来还有一些需要的东西 一个健康人他还需要他的一些生理机能 就他的一些系统来支撑他的生命体 比如说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生质系统 泌尿系统 这样的东西 我来打个比方啊 可能这个比方不恰当 但是我是跟大家来热一热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文明社会中有代议民主制度 现在大部分的文明国家它都是代议民主制度 无论是他君主立宪 还是责任内阁 还是像美国那样的总统共和 还是像这个法国那样的议会总统 或者说是德国这样的议会制内阁制 这个咱不管它的形式 我们谈它的代议民主制的内核都是一样的 它有一个责任代理关系 管理众人知识需要我们众人授权 现在的管理民主社会都是 文明社会都是通过这样代议民主制实现的 因此呢 代议民主制度呢 是一个健康人体的循环系统 为什么说它是循环系统呢 因为它通过几年的一换届 它把这个在位的这些政治人物 要将它替换掉 为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权力使人腐败 绝对权力失去 产生绝对腐败 所以我们不相信你 这个传统其实在古西大时代就有了 当时他们采取的是贝克流放法 他们把执政官通过贝克流放 把你流放到外地去 财产 钱财你还留给你 你家的东西咱们原封不动 不过把你流放出去 为什么 怕你在我们在位置上产生政治影响 来影响到整个雅典社会的管理民主进程 我们不相信你出去一年 这就是著名的贝克流放法 现在咱们不用这种贝克流放法 防止个人独裁了 那我们采取的是什么 换届 是吧 每四年或者每几年 咱们通过选举 来把政府人 人员 管理重要事务的人员 进行更换 进行替换 所以那些职业政客 可能他有其他的职业 像唐纳达川普 他是房地产达亨 是吧 像里根总统他是演员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欧洲社会的很多的这种管理人员 他都是兼职的 他也可能是体育明星 他也可能是这种大学教授 他来出任社会管理 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把 这个社会中最优秀的人选举出来 对社会机制进行更新 大家说是不是循环系统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系统 循环系统 代以民主制度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你光有行政 不行 我们还有什么 立法和司法 那么立法和司法自由 能够正常运转 其实他就是人的一个呼吸系统 一个健康社会的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是很重要的 其实医学上说 呼吸系统也是循环系统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立法机构通过立法 来规定社会游戏规则 司法来进行独立的司法审判 它让社会得一更新 它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是吧 它完成这种氧气和二氧化的代谢 所以它是立法系统 在三权分立的国家 立法和司法 它们都是同等重要 而且立法 立法会的成员选举 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选 它比行政长官的选举更重要 所以它的议会构成 也是每个很多的文明国家中 最重要的这种政治构成 在荷兰社会 每四年一次的两会选举 就是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 我们叫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 英国叫上院下院 美国叫参议院众议院 第二医院的选举 就决定了政府的归属 什么意思 就是第二医院中 获多数席的政党 或者是政党联盟 你们组阁 组阁就是什么 组成内阁 就是选出荷兰的首相 然后首相任命各部官员 组成新一届政府 它就是什么 呼吸系统 代谢用 那么财政和税收呢 是这个人的消化系统 大家能理解吧 对吧 我们税收跟财政制度 这个社会要运行 我们通过税收制度 那我们都有这个纳税的义务 但是这个纳税 这个钱到哪里用呢 我们要清楚 要有明确的财政报告 是吧 你这钱是用到哪里的 是不是盖学校了 还是被人给贪污了 都有详细的报表 我每年都会收到这个 我去年纳的税 包括这些税是怎么用的 他都会给我寄信 因为我是纳税人 这个在文明国家都是非常常见的 不像在某些社会 它国家的财政和税收 它是一个谜 而且这个财政税收 不是由纳税人说的算 尤其不是纳税人 选出来的这些议员说的算 他都是由家族 是由这些独裁者 大手一挥 我们搞一带一路 是吧 我们搞这个 支持WHO 去收买的一些政客 来在国际上为中共站台 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 都被这些无底线的国家给搅黄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 那么文化和科研 是这个社会的生殖系统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大家能明白吧 文化创造 教育 科学研究 这个就是产生社会新的这种 发展动力的 所以他也是要从财政系统 税收系统中 分很大一块蛋糕 来支持这个国家的 这个社会的文化和教育产业 所以他是产生 这个社会的新的活体 生的生命 他萌芽新的这种企业 萌芽新的这个学生阶层 萌芽新的这个公民阶层 他们都是构成这个社会的生殖系统 那么还有呢 卫生和体育 卫生和体育是这个社会的避尿系统 为什么是避尿系统呢 因为很简单嘛 卫生体育 它让我们健康 它做 像荷兰社会 它很多地方都有这个 大型的公共体育设施 都是免费开放的 让我们公民们去锻炼身体 并且像我这样的低收入者 他们还会给我们每年达120欧元的健康费用 你去通过这个健康费用 你去办游泳卡 去办环球卡 你要运动 运动从侧面这样 来减少医疗机构的付出 那我们就不生病了 它这个算盘打得很合算 因为我们住次医院可能高达上千欧元 但我们120欧元的运动锻炼 可以使我们减少去医院的概率 所以它是一个清化社会 让我们变得更健康生活的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它是密尿系统 但是最重要的还没说到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的信仰 它的教堂 包括清真寺 包括寺院 佛教寺院 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 是一个什么 神经系统 它控制着我们社会各个部门运行的一个价值标准 我举个例子 像伊斯兰社会 它所有的社会的部门 它都不能脱离这个清真寺所归纳的条条杠杠 因为它是一个伊斯兰政教合一社会 宗教改革之后 欧洲社会已经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了 不过基督教社会的价值还在 比如它涉及到的平等 涉及到的公义 涉及到博爱 涉及到的我们现代人的自由人权这些东西 财产自由财产不可侵犯这些 我们叫常识在国外 怎么样 它都是由你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决定 神经系统 看似好像神经系统不重要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出问题 那你动不了了 你变个植物人了 你瘫痪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 它谈不上是一个健康的人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是吧 我们说的是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它是一个人类成熟社会中 唯一一个没有成熟宗教高级宗教的社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大陆社会在这个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它没有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原因 也在这里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来指导我们社会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起点 因此我要说的下一集是 重塑价值观 重塑文明需要改造一个社会的价值系统 谢谢各位 我来到这座桥上 这个名彩还是特别漂亮 天气特别好 还有那个草坪 还有运动的美女 这个坡道上有个美女 靠着荣淮就上来了 今天天气特别难 这个云彩要散 大家看到了 这个河上的这种景色 真的是晚上散步特别舒服 特别惬意 好 分享到这里 天空中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云彩 所以呢 我都停下来拍一段视频 就是那一大片 看看了吧 特别的漂亮 哎呀 这个蓝天白云实在太美了 天天生活在这种蓝天白云一下 会有生美疲劳 所以我还是想念家乡的雾霾 大家听到我这个话 肯定要跑过来抽我 你这个家伙身在福中不知福 哎 但有的幻想天朝 何时有蓝天白云 这个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把工匪干掉 也不会有蓝天白云 因为智人配不上这样的女孩 好了 说这么多大家都要恨我了 再会 我现在到一座小桥上 小桥流水 但是没有人家 停下来的原因也是因为蓝天白云 看到了吧 换得远一点 再换近一点 太近了 是吧 那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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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这个云 因为很难见到嘛 所以就停下来拍小河 蓝天白云绿树还有飞鸟 那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居住环境 等这段云散了之后 我就到家了 但是我舍不得停下来 因为这片云产实在太漂亮了 很少人见到这么 鬼腐神功之作 是吧 你说这个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 好了分享到这里 门口拍一些蓝天白云给大家看看 大家又说 你这个人实在太过分了 是吧 天天开着窗户看 闭着窗户 就天天就这样蓝天白云 你说还会不会省美疲劳 是吧 这个呢 这个蓝天白云一直到 11月份 就是到它的冬迈年 就是进入海洋气候的冬雨期 那个天际了 全阴了 就看不到这么好看的天了 是吧 你说你这人还过分啊 是吧 天天开着窗户 就看到这个蓝天白云 然后吃着三文鱼 喝着啤酒 这个看着蓝天白云 还说哎呀蓝天白云啊 那天天这样看 是不是有点累啊 是不是啊 好 就分享这么多 再拍的话大家就气了 有点 有点